政府在放宽行动管制令和允许跨州以后 相信很多待在家里头憋太久的民众 终于可以出门去透一口气了 这也导致国内在近期意外掀起一波 接着一波的报复性旅游潮 尤其是在过去哈支节的三天廉价 全国各地的旅游区都涌现了人潮 有的地方甚至需要出动执法人员到场赶客 要求游客你们改天再来吧 今天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那彭亨关丹直落坚布拉海滩 就是在过去的哈支节廉价涌现了人潮 导致民众没有办法维持人身距离 警方随后就与关丹市议会决定 从8月7号开始在当地实行限制到访人数的措施 而且每名到访的游客都必须登记及取得号码牌 逗留的时间也被限制在三个小时 那新措施开跑三天之后 我们现在就透过关丹市满目周议员李建聪 和他所提供给八点自热报的画面 来看看这个著名的旅游景点 在实施新措施之后的情况 洁白的沙滩 美丽的景色 彭恒关丹著名的海滩直落坚布拉海滩 每年都吸引了不少来自国内外的游客 在新冠疫情新常态下 现在每个到来的游客都需要先拿好码牌 再扫描曼斯加德拉二维码 这才可以进入海滩 这个全马第一个落实限制人数进入的海滩 现在每天都有执法单位站岗助手 虽然海边的人潮已经没有像之前那么拥挤了 但这并没有影响游客到来的游乐心情 新的措施会让你造成不变吗 不会啊 不会造成任何的不变 是因为我们现在政府一定是吹用 Mysicadra的apps 其实就是台预员电话 就是一scan就可以的 由于刚开跑几天 很多游客来到了才发现有这样的新规定 关丹是满目周议员林建聪 走访直落坚布拉海滩之后 接受八点最热报视讯反观时指出 不管是当地人还是游客都非常配合 毕竟对抗疫情人人有责 现在有了这个管制之后呢 大家都比较有秩序 我们去到海边就算在尖峰五六点的时段 这个人数都还可以啦 虽然人蛮多 不过还可以保持着一些适度的距离 Price大家的配合度都还不错 大家都给予这个措施相当正面的一个反应 一个评价 那么遇到一些外地的游客 他们也很surprise 他们觉得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措施 然后他们也觉得这个措施是很好的 尽管如此 新的旅游管制有避免海边人潮过于拥挤的情况 但海边毕竟是开放的场所 难免还是会有一些疏漏 人来人往 那么车进车出的话 他这个号码牌有的也会不见掉 那么另外呢 也有的问题是 还是有一些地方你监管不来 比如说 车是要进了要拿这个号码牌 但是有的把车停在比较远的地方 他们就步行进去 那海边呢 还是一个相对开放的一个场所 所以还是会有一些疏漏 可是整体的这样子的一个管制 已经大大的改善 疫情当下维持人生距离 人人有责 其实大家也不需要说一直不出门 但是与其一窝蜂的涌入国内的某个旅游景点 不如也考虑到一些之前比较冷门 新开发的一些旅游新的景点去走走 在疫情还没有完全控制下来的 这一段时间里头 如果你也出门趴趴走 千万记得要在人潮涌现的地方 保持人生距离了